歡迎來到苗上天開 今天我們來到開心龍莊 在元朗乘巴士、小巴或的士尼都非常方便 平日一進來宵夜吃 150元位會包入場任玩 如果只是玩就40元位 今天由於是10月31號萬聖節 所以宵夜要200元一位 如果只是玩就50元位 另外收費大人廠是70元位 詳情可以看以上資料 元朗大堂有小巴來到 在千式店附近 大家可以看這裏 可以坐小巴進來 大約10分鐘左右來到大堂山路路口 大家認住路口下車 沿著大堂山路走上來 5分鐘就會來到路口 一轉進去就是開心花園農莊 非常之方便 這個農莊 這裏就是大堂山路 我們就在門口這裏下車 沿著這條路 轉左 我們一走進去 我們一走進去 就會是開心花園農莊的入口 大家可以看到 沿路有很多小朋友 一家大小來 由於當日 萬聖節我們遲了 所以燒烤的位置都沒有了 我們只可以進來 只是玩 今天萬聖節的氣氛都很好 超級多人 還有燒野食 都全部滿座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去燒野食有什麼 有不同的丸 都非常齊 丸啊 腸啊 牛扒 豬扒 各式的雞翼 雞腎 魷魚 雞泉翼 龍荔柳 各式的蔬菜 都會有 飲品都非常之划 去紙包就6元 罐裝就10元 去到瓶裝汽水那些 就15元 最划算是MOVA皮雪菇 都是20元一杯 非常划算 甚至比外面在七手一買的 更加便宜 還有很多小朋友的會議 都可以在這裡買得到 還有薯片 小食 糖果 也有咖哩魚蛋 燒賣 25元一份 還有一個自家的菜園 都可以摘一些有機蔬菜 就斷筋這樣計算 價錢 大家都見到很多人在排隊 買魚蛋燒賣 或是公仔麵 每個節日 都會有 不同的設計 非常之有氣氛 大家元老都見到 公園非常之多人 一家大小在這裡 享受這個假期 這是新組裝的遊樂場 之前都沒見過 聽聞都組裝了幾天幾夜 我兒子都非常開心 玩這個遊樂場 很多小朋友在這裡玩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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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這個可以推到很高很刺激的 還有很多小朋友玩的抽籤 不同款式的遊樂設施都是保養得很好 不會又殘又爛又舊 所以都很受小朋友歡迎 現在轉了天氣比較抽涼 所以都非常多人在燒烤 大家看看這個遊樂設施 好多小朋友在玩 玩得很開心 今天天氣很好 小朋友琴度很高 就這樣滑滑梯下來 滑滑梯也有兩層很高 我想整個場地最受歡迎都是這個滑滑梯 反而這些遊戲機就很少人玩 可能它的收費都比較貴 一般都20-30元一局 而且外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遊樂設施 所以就比較少人玩這些設施 兒仔你爬這麼高你怕不怕 很受歡迎這個遊樂設施 是兩層很高 最受小朋友歡迎 最受小朋友歡迎 很好玩 我在這裡 阿仔這個叫甚麼? 龍莊 這個叫開心龍莊 好不好玩阿? 好啦 接著去玩什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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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去玩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遊樂設施 20元一鋪 雖然沒什麼人玩 夾公仔機 這個城網鎮 亦都很受小朋友歡迎 不同形式的千秋 一個比較小的小朋友 還有Gashawa Tech 阿呂一陣子也有玩 還有這個 類似旋轉木馬 下面就是要額外給70元的跳彈廠 都非常之受歡迎 現在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因為外面跳彈廠 逐次收費都可能要三四十元 那這裡你給70元就可以任玩 其實都很受歡迎的 另外大家都看到很多大卡位 比如剛才那個 這個風車 這個網撞的千秋 亦都很受大人小朋友的歡迎 就比較少見的 亦都有這些健身的設施 大家玩得多開心 今天天氣又好 涼涼的 又會太弱 又不會太熱 又不會太熱 這個就適合小朋友玩的 你看看多少人玩跳彈廠 一個 兩個 三個 應該有三個不同類型的跳彈廠 由於因為其實有很多遊樂神經常玩 所以阿仔暫時就沒有玩跳彈廠 網撞的千秋 小朋友當得很高 還有這架大飛船千秋 也有些桌椅和車頭 可以讓人休息一下 那些是小朋友的大卡位 這些小屋仔 阿女好喜歡就進去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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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兩隻 總共有五隻 小朋友都是為牠吃菜 還有這裡有什麼呢 大家看看 原來是兩隻大肥豬呀 你看看 這些是不是叫黑毛豬呢 剛才門口見到就有紮菜的價錢 這裡有一大片的菜園 我記得之前應該是砸士多啤梨的 可能是季節性的情況 現在我見到就是有不同形式的蔬菜 它又可以讓遊客在這裡砸完菜之後 就短根可以拿回家 這裡的天氣都好美 這裡環境管理得很好 那不同的節日可以有不同的擺設 不同的遊樂設施啦 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 地方又大 小朋友放電絕對一流 最重要呢 它價錢不貴的 其實呢 如果你說不宵夜吃 單玩呢 都是四十塊 那你可以就玩足一個下午 那如果你宵夜吃呢 都是八多元一個人 那其實呢 你說一家四口 你可能五六百元 玩足一大個下午 又吃又玩 你看 阿仔玩到幾高 好開心 這個 這個農莊呢 我和阿仔 和太太呢 都來過好幾次的 那始終是現在都沒有得出發啦 連國內或者澳門都沒有去 好玩啊 阿仔的時間呢 那唯有在香港找些活動 和小朋友可以放下電啦 那還有 距離這個 元朗市中心呢 其實都不遠的 你甚至乘搭的士都好啦 都是五十塊左右 那 距離市中心 大概十五分鐘的車程啦 那 無論是巴士 小巴 或者的士都非常之方便 那 相比起那個大堂生態園 好像有個叫做 那個就比較髒 骯髒 切絲殘舊 那 動物那些都是很髒的 很明顯是缺乏打理 反而這個呢 就是一階之隔的話 就絕對是值得大家來這裡 極力推介 看到 阿仔的玩得多開心 舒服很舒服 看著 當這個天秋 好像人家是旅行旅程度假那樣 這其實就不適合你玩的阿仔 阿女 也適合玩 不過阿女 也小膽一點 就比較怕 應該玩其他設施艦 不應該玩這個千秋 比較細膽一點 爬到這麼高 小心一點 都不敢跨過後面 哥哥都很疼阿妹 這樣呢 大家看一下 照顧阿妹 跟阿妹玩 別開心兩兄妹 相親相愛 這次是阿女兒第二次來玩 這次是大一點 大約一歲九個月 所以會玩多了很多東西 好開心 大約兩兄妹玩得好開心 好開心 好開心 之前的單車設施比較殘舊 很明顯是這幾個月 都換了所有新玩具 還有高卡車也是第一次見到的 有兩部高卡車都非常受歡迎 有兩部高卡車都非常受歡迎 之前是沒有的 還有黃色的阿仔阿女 這部車都是之前沒有的 所以阿仔阿女都玩這部車 都玩得非常之開心 還有這個馬仔也是 阿女玩得好開心 你看看幾隻阿妹 但阿妹一定有點害怕 可能覺得太高 可能覺得太高 然後阿仔又再玩鞦韆 自己當得好高 阿女玩這個鞦韆就覺得很害怕 反而阿女又不覺得很暈 可能覺得很新奇 不停地周圍看 還有打招呼 看到阿女玩 阿牌的小型抑鬚 蛤她很高 這個小型網狀千秋 很受小朋友的歡迎 他很高 阿牌的小型 阿牌都太高 小型抑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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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阿妹又跟哥哥玩這個 這個車車都很受歡迎啦 剛剛哥哥玩這個就太大了 反而阿妹玩就剛剛好啦 好快呀這個上滑梯 一下阿呂就下滑了 從這個樂園來說這個農莊叫做開心花園農莊 距離元朗市中心只不過是15分鐘車程 這樣就裡面呢就燒烤的質素又都ok啦 之前也吃過一兩次 那還有呢就去裡面的遊樂設施又多又新淨 保養得又好 還有普通的星期六天都是40元日晚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之大意的 那我對比對面那個叫做大堂生態園 這個呢就絕對極力推介的 那這次呢就分享到這裡啦 那大家覺得這個農莊怎樣呢 我就覺得呢這個農莊呢就暫時有這麼多農莊之中呢 就比較極力推介都是這個農莊的 那我當日的天氣也都很好啦 地方又大又多東西玩 又可以燒賣東西吃 那你看看大家看一下旅玩得多開心 大家未訂閱苗想天開的 麻煩訂閱 還有就按鈴鐺 那我當有新片一出的時間呢 就會立刻通知大家 那下次可以再同大家推介不同的美食啦 那還有那些好玩的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